今天的你想看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女子車流 我是安竹 在機車市場中有65%的騎士會選擇125cc這個級距 Gogoro也鎖定125的入門車款 以這樣的設計為原型,推出了全新車款 Talang,Gogoro Viva Mix 系列 從車頭看,第一眼,頭燈是鑲嵌在龍頭上面 我非常喜歡這樣的設計 因為我們騎乘的時候會轉龍頭 這時候照明的角度也會隨之轉變 這樣可以大大的提升安全性 下方可以看到它是比較平的設計 也是第一眼看就是會覺得 這就是一台Gogoro非常的有它的獨特性 這樣的外觀你們覺得可以嗎?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它這樣子平的設計其實也是有巧思的 因為這次Gogoro Viva Mix 系列 它有配備了POP的客製化 Gogoro是說這樣比較平的設計 可以讓客製化套件相容性更高 所以套件總共有多達70種 可以讓你去天馬行空的搭配 再打造出一台屬於你的專屬車款 下方前後都是採用10吋的馬吉斯配胎 也是前後疊剎配備同步刹車系統 那我坐上來 現在是有力中柱的情況下 不過我的腳還是可以碰到地板 坐高是74.5公分 其實只比Viva高0.5公分而已 坐起來我目前是覺得稍稍偏硬 不過實際感受還是等之後 試程再跟大家做更詳細的分享 坐墊長度是74公分 所以在載人上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次總共有推出三個編程 包括了最入門的Basic 以及配備了無線感應鑰匙的Keyless版本 還有最頂規的Belt 像我現在做的這一台就是最頂規的Belt版本 多了包括USB插孔還有製杯架 另外像是這個座墊 也是換成了全新打造的材質Steelo 我覺得摸起來觸感是偏粗一點點 這樣子可以增加你的摩擦力 可能有人聽到VivaMix會想說 嗯這個Mix是Mix在哪裡啊 來第一點給大家看 像是它的材質就跟Gogoro 3一樣 是搭載PP材質環保耐刮而且可以回收 Gogoro 2的元素呢 看一下車尾 它的車燈也是很有Gogoro 2香腸嘴的造型 至於Gogoro 1的元素在哪裡呢 以頂規的Belt來說 跟Gogoro 1一樣都是搭載皮帶 騎乘3000公里才需要回原廠調整皮帶長力 以平均一個月騎300到400公里來說的話 你可以騎到40個月才需要回原廠 做整個皮帶的更新 而另外兩個編程呢 則是採用鏈條 最後大家最關心的售價 直接上表格 以最入門款的Gogoro Viva Mix Basic來說 補助錢是59,980元 補助後最低落在4萬出 至於頂規的Gogoro Viva Mix Belt來說的話 會扣補助錢是69,980元 補助後大概5萬多可以入手 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說 算是非常的親民 大概6萬塊可以入手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囉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女子車的安主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你們有比較喜歡哪一類的音樂類型嗎 我覺得這次Gogoro Viva Mix的命名超有趣的 六個顏色是六種音樂類型 像是雷鬼、放課、電音、節奏、饒舌 不告訴你我喜歡哪一種音樂類型 可可